大家中午好 小兵又来了 今天我又要跟大家谈 脸书post文里面 分享里面的post文 我觉得 如果是算 连今天算起来是第三天 我觉得个人觉得也不错啦 但是我有很多课题 我也不必特别的去 去讲 我就从脸书上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或者是大家网友们的意见 现在我已经直播 并没有人上来 不要紧 因为我已经通知大家 一点我会直播 我很感谢大家啦 每次一小时的直播 最少也有几位网友在其中 然后还有一些按赞 然后还有的就是 过后每一个直播的帖 大概都有超过100个人观看 那不错了啦 有一些早期的都200多个人观看 如果以我这个脸书的集团来 就是这个小编网络直播客 只有1500个人来看 有这么多人看我 我很感恩啦 对不对 1500个 大概1500个网友里面有18%的人 在直播里面看你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完整个 因为我太太一直complain我 说你很啰嗦啦 一小时 他说我一小时的内容很丰富 对不对 各行各夜 各种观点 各种看法 该讲的不该讲的也要小心讲 我总是尽 尽我的能力 发表我的意见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别人的意见 然后提出大家的看法 这就是名义吗 对不对 这不是名义是什么 我事先没有套好的 我事先也没有搞 你看我没有搞的 只有一个手机 现在是一个手机 这手机就是我需要 看这些脸书的人写什么 然后我要好好的去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了 快快来看这一个 他说 请议员写给国防部 请议员写给 就是他去看MB啦 76岁的老汉 愿再从军报国 然后网友post这个文就说 小事一桩 为何搞这些动作 这个所谓的76岁的老汉 还载满这个佛牌 难道想避开阿隆的追逃 其实也没什么啦 他要带佛牌也好 十字架也好 他个人的信仰嘛 或者是他要辟邪 也不一定是要 逃阿隆的追逃啊 求个平安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好像有人说 他是76岁的老兵 他说他是老兵 请议员为他写信给国防部 表示若有需要 盼能够被征召为国尽忠 哇 好伟大咧 为国尽忠啊 为什么有人这么对他有意见 因为这个post文啊 一直出现嘛 然后啊 最好像是 网友也好像发现 我们建国才几年 何来76岁的老兵 生活没遭落 然后来客创老兵 他客创老兵哦 我是小兵 好像有一点关系 对不对 我跟他有关系是不是 老兵跟小兵 小兵跟老兵 其目的何在 这个网友问 他说 大家心知度明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找哪一个MP啦 肯定不是找 我也不可以说啦 不一定是找谁啦 那我看看其他的 还有很多评论嘛 看家 看看有什么评论 have free coffee 长得像清代的义和团 刀枪不入 哦 oh yes 师辰老 Rimbo 空手可作 鼠公鸡 然后给个鼓掌的那个 的手势 哇 uncle要做英雄 顺便拉你家人和亲戚去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网友说 76岁 65年才独立 1943年出世的 有这么老的兵吗 看家的可能有 如服役的最多不到70岁 难道搞小动作来 引民 团结 投 屁党 一群可怜的国人都想尽办法出位 哇 马屁王 我不是啊 好像骂到我了 没有了没有了 我没有想出位了 随便了 哎呀 骂我也骂我 不要紧 黑当兵的出来算一算 可有76岁老兵 难道是马共或者解放军 本地很少有如此老兵 到底这个76岁的老兵到底搞什么 他说猜的没错 这个家伙应该是在基层搬遗址的 基层搬遗址 可能 有人说到是新加坡 国家伙应该是在基层搬遗址 不懂 真的还是假的 哦 是啊 他说76岁老兵 建国才没有几年 怎么可能有76岁老兵 哎呀我们先不要质疑他到底是不是老兵了 对不对 最少说 他已经博得出位了 好像大家很注意他这样 然后 他要当兵 要从军报国 不可以啦 你以为你要当兵就要当兵 你当兵 国家要给你薪水 76岁 你 不一定符合那个 那个体格的 体能的标准嘛 对吗 而且你真的有什么冬瓜豆腐啊 赔不起啊 怎么面对你的家人 国防部不会要你的啦 又不是没有缺兵 先轮到我都轮不到你啦 我还60岁 你76岁 对不对 要排吗 不要这样啦 如果要进中报国 我们很多人要进中报国啦 但是我们 不需要讲的啦 很简单嘛 真的要造兵的话 要真兵的话 activate咯 广播咯 暴障咯 SG alert咯 你需要兵 打到没有的话 我们下上吗 战争的时候我们这些老百姓做什么 我们照顾那些年老的老百姓啊 比我们年老的老妇人啊 小孩子啊 我们逃去那个房工好啊 逃去那个房工洞啊 逃去学校里面躲啊 对不对 逃去自己家里的房空 房空 房空室 我的不是房空室 嘿 我才不要 我看我女婿的家的房空好 他自己都讲 真的躲进去等死罢了吗 迟一点死罢了吗 炸弹炸了 整座 整座主屋都 都催了 只有你那个比较坚固 可能不会 不会有事情啦 但是你能够逃得出吗 你在废墟中 你能够逃得出吗 这么容易 可能啦 拯救人员来的时候容易啦 救得到你吗 打敲你的地板了 打敲一个地板 再打了一个 打敲 打敲一个地板找到你 再从你的地板 再打敲 再找到另外一组人 哇 你 18楼 16楼 那些住32楼旧起 还是从几楼旧起 啊 想来啦 这种是给你自己 好像买个符 这样切在 啊 自己家里的那种房空好 我觉得好像一个 护身符这样 自己觉得是 很平安嘛 我家里 房空好就在我客厅旁边 我没有 我没有房空好 我们这里 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 怎么事啦 发生事情 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从来没有啦 但是我用我的 common sense 应该跑去学校啦 还有炸货店 有房空好 对对对 我要跑去炸货店的房空好 有打仗的话 我跑去 我附近那个 有炸货店 的房空好 还有开 托儿管 托管所 所以我 逃进去那个炸货店 把那东西烧到完 然后就躲进 那个房空好里面 然后就躲在里面 不要出来 最少不会饿死 好啦 这个老 76岁老汉 他要做什么 给他做啦 哎呀 这种 真的吗 这么想 从军报国 平时 我们很多东西 可以做啊 你可以做义工啊 十字路口 帮忙 学校里面帮忙 帮马线 帮马线 交通灯 常常有小孩子 过马路 你帮忙嘛 进中报国 这么多东西 你自己不做 对不对 你要去当兵 不是我笑你啦 我们这种年龄 你不要拖累人家 反应慢的 你为你 你念了就可以啊 反应慢就是慢的 76岁你再好 你也是比别人慢的啦 你以为 真的这么厉害 哎呦 还在幻想 76岁要进中报国 不要写这 其实登这种 报章登这种 你你你表示什么 what you trying to prove 让这篇文章 让我们对岸的人 看到 你以为他们会紧张吗 他们笑死了 对不对 他们肯定笑死啊 新加坡没有兵啊 要派个76岁的老汉 去当兵 新加坡没有兵啊 要叫小兵 已经60岁去当兵 你明白吗 我不是笑他了 我笑我自己 我们已经 ORD了 ROD了 什么D都有了 还要怎样 轮到我们 真的要上战场 就是前面 前面那些年轻的 全部 没了 小孩子又不可以打仗 就是我们这些去打了 打完的就是 我们的老太婆去打了 国家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很惨的 很凄凉了了 真的要闹得这样 新加坡可能这样吗 150支飞机 干嘛 6支全水顶 7支全水顶 8支全水顶 干嘛 整个陆军是 花费 美国防预知 花了这么多钱 建立的那个 陆军 先进的武器 Personal武器 Equipment Weapon Well-trained 什么 National Service 那边还没有 National Service 他的National Service 是TITO的 从我们的眼睛来看 他们是TITO的 National Service 我们是 架杠的 两年 我当年是架杠 不要看这样 架杠 Train Train的要死 SPMT 怎么 哇 还OCT 所以他没有 没有巴刹 但是还是 对不对 还是Corpora 还是Sazen 还是Inventory 还是可以打 我还转去警察部队 还当了十多年的警察部队 Reservice 还是警察部队 真的证照 我还是要穿 这样 警察衣服还给他了 大概没有办法 就是保护 我们这种老百姓 就是保护那些 平民百姓 走得慢的 真的战争来 飞机来的时候 我们要躲 照顾别人 明白吗 76岁的老汉 你的position是什么 你要做你该做的 派到你去打仗 差不多 真的是派你打仗 我们的MP全部都去打 他轮不到你 对不对 要想一下 76岁 错错错错 我放媒体 应该像我这样跟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各尽 各尽其字 我们都可以保卫新加坡 是啊 你们看 Lot of the Ring 当那个王国被那些坏人追 追赶的时候 他们不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 皇宫里面 不是每个打仗啊 小孩子都打了啊 那些老的就照顾更小的 明白吗 这就是战争里面的一个原则 你虽然是难民 你虽然是逃难的人 但是你还是可以保护啊 这是你的责任啊 你真的这么厉害 你拿一把把狼刀 保护他们 干嘛 你要去国防部派你去啊 你 Inventory啊 Commando啊 Guard啊 架飞机啊 架坦克车啊 架游艇 不是游艇 架战舰 架潜水艇啊 不行吗 不是我看帅你啊 76岁很多都不会computer怎么打 现在打在都要用computer开玩笑 很多机器都不一样的啊 已经没有用眼睛这样 都是用计算的 所有的啊 那种地对空导弹里面的系统 都是用电脑啊 他以为什么他以为他这样exercise 表示他撞就可以打 撞可以打仗 No way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靠你fit不fitfit 是personal attack的时候 fit啦 当然是可以赢啦 你还等personal attack 跑到你前面 敌人跑到你前面啦 charm咯 如果敌人 就闯到我家里来面对我 我升百旗咯 还能够做什么 charm咯 对不对 没有啦 哎呦 哎呦 为什么今天这么喜欢谈他 因为我越想越不爽 因为这个人哦 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当打仗的时候 然后这些 国会员既然还跟他写信吗 我不知道 假如真的跟他写信啊 真的是 该打 该打屁股的 哦 然后那个媒体这样报导 哦表示什么 会不好吗 你这样会惹到 对岸的人 不是怕耶 是笑 笑死了 好啦我们再看下去哦 啊老汉啊 该知道你要做什么 哇 traffic jam啊这个 即时新闻呼吁全去柔佛新山的朋友 考虑一下要不要取消行程 因为任清晨 因为从清晨开始 乌兰关卡 往返新山的双向交通就一直堵车到现在 现在已经堵到 Bukit Dima快速公路BK1 forget it啦 可怜的那些要回去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啊 新加坡人 不要去抽热闹啦 难怪昨天网友上 叫我们要坐飞机去了 从江亿Airport坐飞机到史奈飞机场 不然你就从江亿Airport坐飞机到 槟城坐KL 再从KL坐车回来 哦 哇 那天网友说去KL文东已经到了 哦是 哇他们轻耶 他们早走耶 他们 凡是今天去 今天拜六嘛 凡是今天去那一边的 唱嘛唱嘛 今天我很喜欢讲唱哦 不编啊 好像因为下个礼拜 On Gat 全岛 新加坡全民全全国军队在各个可以打仗的地方都都演戏 海陆空三军演戏 哦 很紧张耶 没有紧张 他弄到紧张 那天那个八卦婆又逼那个巴士司机说表态一下 你说那个老人家厉害不厉害 还是那个巴士司机不敢讲话 那个八卦婆真的是不八卦婆 不过他今天 他今天可能 就归水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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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仗了 你看赛车了 要打仗了 哈哈哈 你想想看啊 我们不去消费 谁损失 我们损失什么 不去玩哦 回家咯 回去Cos Cosway Boy 古人那边高官咯 去Maslin 巴萨吃东西咯 回去Jurong the mall 什么mall都好Maslin mall 声音也不好 回来回来咯 没办法吗 小孩子难过啦 没有的去旅行已经讲好了 Hotel book了就没变啦 那你怎么去 你book了Hotel你自己讨没啊 你自己没有敏感度 星期六去马来西亚很惨的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回乡的 不用回了咯 大家都不用回嘛 对不对 已经堵到Pukitima咯 开玩笑 但堵的办法 不可能的啦 可怜哦 可怜哦 那个网友就说 做工的可以取消行程 有没有 讲错 看我眼睛毒哦 游客可以取消行程 做工的怎么 怎么围 怎么围 怎么办呢 怎么 有人就回回复他说 大哥说的也是 我只可以用两个字回应你 Baget 奈何 附近话就是 没变 这种啊 领导在跟领导之间耍嘴皮啊 苦的是我们的老百姓 军队不要紧 你本来 你做军队就是随时要stand by的 stand by 对不对 下个礼拜 你演习 今天拜六礼拜 对方已经让你的关卡 已经斩了 不懂是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凭空说了 这里我说错话 不一定是对方的关卡 可能是我们呢 因为你出去先要通过我们的关卡吗 离境吗 然后再路径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现在我这样看还看不出是路径还是离境 双向交通是两边都来咯 都走啊我走路 你你查的 我查的你查的紧我也查的紧哦 这边又说比利时荷兰也乱了 从法国骚乱 扩大化 看欧洲政治之困 真的是要困啊 他说十一月中旬开始 以反对总统马克龙提高拦油费 为旗号的抗议运动 在法国逐步演变成为一场暴力骚乱 目前我有组织的一大批身穿 黄马甲的那种 抗议者 也走上了比利时以荷兰的街头 引发欧洲警觉好像 好像茉莉花这样哦有一个 但是他们说是有组织的 闪动的 抗争者 当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都是叛乱的人啊 但是为什么人家叛乱要穿上 黄色是因为大家可以 意思说 我穿黄你穿黄 可能你是法国人 我是比利时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自己人 是这样 他们做乱的时候 他们抗争的时候 他们有那个 一个穿那个 黄色的那个 马甲 来作为一个 大家都是属于同样的抗议者 这个很麻烦的 这种这种 风潮啊这种 暴乱啊 哇很厉害的 因为你很容易买到这种马甲吗 你穿的就是了 只是只是那些 有一些是本来就是真正在 穿到马甲是那种做路的工 来没有来没有好好做工 然后没事啊 再警察啊 把他当成是示威者 所以他们也是惨 哎呀这个 欧洲很乱啊 自从 那时候金融风暴之后 整个欧洲很多都破产嘛 冰桃什么国家都破产 然后不要紧 那法国也不是很好啊 然后你看英国都怕得要死 赶快脱欧 什么叫脱欧呢 就是我拿回我自己的 currency 我不要跟 我不要进入你的 currency 你那个欧元的 currency 我自己英国 其实当初都不应该 进入这个欧元的这个货币嘛 因为你进入欧元的货币 只要有一两个欧洲小国破产的话 就年代关系 因为股票啊 钱币都是受这种影响的 人家怕啊 人家就不要咯 哎每个人都不要这个钱币的时候啊 这个钱币就假辣了你知道吗 是啊 人家觉得不要收 连自己国家的人都不要收 连欧洲人都不要收 每个人转转去换 人民币 转去换 那个美金 转去买黄金 把你的欧元这样抛售抛售抛售 本来每一次都搞到大大事了 因为很很敏感的嘛 这个东西是有时就是这样 所以你当初你英国 你要加入 你现在你要退出 你立刻散你立刻退 但是你发现哇 英国退也是退了很辛苦 现在不懂怎么办 那个总理要被坦克 那个女总理 他们可怜的 这种钱币 现在拖了之后也不知道 今天拖明天就拖 也不可以我 很多很多复杂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 这种财经的东西 你也不懂到底民间到底有收多少货币吗 真的你不知道啊 你问你问你到底新加坡的那个炒票哦 在全世界现在有多少 没有人懂的啊 你收50万我收100万你收5块我收10块 像全世界 那有一天全部的人把你的新币全部换掉 换成人民币 多啊 对不对 或者把所有的钱提出来 银行 银行倒了 不用理由的了 所以很重要 所以人家看嘛紧张嘛 哇欧洲乱了 对那个欧币又没有信心 那法国人你都懂了 本来都他们法国人很浪漫的 不像我们新加坡人一个 礼拜要做40多个小时 我们八五四十嘛 拜六半天四十四 现在拜六不用做你了 把那四小时用在别的地 用在平时这样 四小时消耗在平 好像在平时消耗这样 你只要做过44小时 你就 fulfill 那个 requirement 超过你就可以拿 拿多钱 如果你心甘情愿是你的事啦 或许 不老板就是不可以剥削咯 工人知道他的right嘛 一天 一个礼拜你 我做工不可以超过44小时 法国人 拜我就off了啦 他们拜一做都拜四拜了 三十二小时了 法国人做三十二小时了 大概 可能我没有错 所以法国人很浪漫的 拜四晚上他就是他们 Friday就是 人家是Saturday night fever 他们 Friday就night fever了 Friday morning就fever了 就躲在家里了 跟老婆躲在家里 跟爱人躲在家里 法国人浪漫死了 哪里跟你 结果现在搞到经济不好 艺术很强啊 模特儿啊什么啊 什么艺术都很强啊 摄影啊绘画啊 什么 这些文化的东西都很强啊 法国人 时装啊 对不对 香水啊 法国香水 法国的衣服 都是很前卫的嘛 但是 文化是归文化吗 你经济不行啊 啊喝口水啊 所以啊麻烦啊 现在这样扩大 好像那个那时候的茉莉花事件 我明年可能要去欧洲 但是没有考虑去这些国家 就知道这些国家不可以去 他们说去旅行啊 千万不要去意大利跟法国 哇 很糟糕了 意大利很多爬手啊 意大利人很会爬 也不可以这样讲 这样好像很五轮的一个国家 你记得吗 从前有一个 一个儿童故事很激励的啊 有一个意大利人的小孩子 他坐在床上 结果被那些大人嘲笑 一直嘲笑说这个意大利这个国家 好像贼窝这样 那里的人都是强盗 那里的人说 哇那个小孩子很生气呢 他虽然小但是他爱国啊 他就骂那批人了 他挺身而出 他责备那些人 他说你们怎么可以侮辱我的祖国意大利 是吗是意大利这个故事 小路是搞错你不要怪我 不要提他说 小病啊你乱乱讲啊 那个不是意大利的 爱国儿童的故事 爱国少年 爱国少年的故事 那是法国 那是那是 应该是意大利了 我没有听错 哇他就很生气了 跟那些大人就在那边 结果好像是 那些大人突然看到小小年纪 哇小小年纪 这样的爱国 哇他们也不好意思讲 因为那个小孩子真的很不怕啊 你就算丢我在海里 我也是要骂你们 你们说我的国家不好 你侮辱我的国家 哇你看那些大人都不好意思 丢脸啊 怎么好意思欺负这个小孩子 怎么好意思把这个孩子 丢在海里 怎么好意思把这个孩子 啊怎么 带救给回自己的国家 说他侮辱我 要定他的罪 要罚他 说他是神经病乱乱讲话 欺负小孩子 如果一个小孩子啊 他真的是 不行哦 口处狂言 口处脏话 谁的责任 从我们这边来看呢 一个孩子 到了中学 口处狂言 口处 粗话 口处 谁的责任 完全是父母吗 是他本身吗 是这些网络 带给他的吗 学校没有责任吗 我就有一个这样的 案子啊 孩子就 父母就 把他带到澳洲去啊 受不了这边的学校的压力 表现也不好 表现也不好 行为也不好 从老师的眼中觉得他不好啊 我个人看他 OK啊 只是他 这个少年人是有点孤僻啊 宰男啊 喜欢玩手机啊 但是我疼他 我爱他 我觉得很好啊 看不出他是那种 结果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就没有办法在新加坡这个地方生存 但是他们不是新加坡 只是 他们只是 算是 什么 什么 PR 所以他们 再离开咯 离开新加坡 现在到澳洲 拿到 拿到澳洲的PR咯 定居 再表现好的话 可以拿到公民了 就成为澳洲人了 你不要人家要啊 他也不想当兵啊 看得出 都不爱我 这个学校 的老师 都不爱我 去军队 也是死 我不敢去劝人家说 新加坡当兵 OK的 从来不敢 过去我会敢说 当兵没什么了 熬过就可以了 很多很多 很多 朋友的孩子都当兵没事啊 但是我不会劝人家说 你孩子不用担心的 没有事的没有事的 我哪里敢 我这边讲没有事明天报纸登了 又有一个 发生事了 我后天说没有事 又有不久 又有报纸登了 所以有人发生事了 虽然那个 %是很弱的 但是 只要有一个人有事就好了 还有最近那个 更可怕 连那个照片都看到 哇那个 啊 吉普车 什么装甲车 什么车 展过那个 那个 那个 死去的那个兵 父母想我的兵给你 我的孩子当兵 是为了尽忠报国 结果呢 还没打仗 白白送死 有一些是在训练的时候 死掉 哎 我觉得新加坡人很好 哎 我真的要 跟新加坡人 神力 这些父母啊 这些家长 你们真的 虽然 看到别人了 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你们还是愿 甘愿 愿意把孩子送到 军队里面训练的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 都是一群要爱国 要付出的 真的 我觉得 那是那些人 他们觉得不能够啊 移民啊 不愿意把他孩子 我能够理解 因为在学校里面 他已经 不成功了 结果要去澳洲啊 哇 爸爸妈妈问他说 哎怎样成绩好吗 因为 先生先带他去嘛 妈妈还在处理 这边还有孩子嘛 妈妈 我就问怎样 他的成绩好吗 哎呦很容易耶 哎为什么人家这么容易 人家澳洲毕业 哎很奇怪耶 我们的孩子这边读不起啦 读不好成绩 跑去澳洲花很多钱 去澳洲留学 他们读起来 比我们的NUS还容易 比我们的NN什么NUS 还有一个什么NINT 哎呀你看我头脑 比我们这边 国大便宜 比我们国大容易 比我们的南大容易 比我们的新大容易 比我们的教育学人容易 结果他们的文凭可以回来我 可以回来我们这边要请啊 哇有钱出去读书回来就是可以请的 他读的东西比我们少啊 简单啊 那你请这些NN 我不是排车啦 但是我就是觉得怪怪的 哦 是啊真的 那些送孩子去国外读书 我也 尊敬你们啊 真的 因为你们望子成龙 就是人 我们我们都是辛辛苦苦要把孩子养育成能 唯一的条件就是通过教育通过学校教育 很少人像那个读ITE那个那个副什么啊 创新科技的总裁很少人像他这样的 所以不要整天做哇没有紧啊你看ITE也出这样这样厉害的人 哇你看不用读大学也可以出出精英 不要这样啦 你不要读大学你全部不要读大学啦 全部读不要读大学啦 全部的家长的孩子都不要读大学啦 你政府部门就不要请大学生啦 其实我们的高中哦 我们的那个Polytechnic啊 公益学院的文凭啊 在一些国家 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是属于大学文凭来的 你不要办嘛 你办你就要根据大学的那个薪水是吗 我不知道 所以难怪啦难怪每个NUS 还有保留一些名额给那些学生 外国的学生来读 希望他移民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孩子真的读不到哦 蛮可怜的父母要花很多钱呢送去 我昨天加德士的时候载到一个女孩子 东京医学院 新加坡医学院考不到 我说为什么你要读一课 因为我爸爸是医生 哇这句话哦 我到现在还听得明白 这个小女孩得士乘课 看不到她样子坐在我后面 声音还 我这句话我用 她讲华语还讲得很标准 她说我爸爸是因为是医生 所以我必须做医生 所以新加坡 没有在新加坡读去东京读 在新加坡报名报不尽吗 还是不是报名报不尽 爸爸希望他读更专的 他是去日本的 要从学日本话开始了 就是很奇怪 我知道日本的艺术很好 现在啊在世界啊 日本的台湾的艺术 不会输给新加坡啊 不要以为什么都是我们 我们的医生很厉害啊 厉害的没有多少个 都是在中央医院的 stand by 罢了 不是啦 不是这样讲的 stand by 给一些 他认为 严重病症的医生是不多的 好的医生 一成功哦 就私人医院了 私人医院做私人医生了 好像我拖去我啊 我这边拖去我啊 可能我歪的 我现在想一想歪 歪肩膀的情形 就是这边拖去我 不过我是歪这边 anyway 我缝嘛 我拖去我的时候我缝 哇 那个医生很厉害 那医生跟我讲 你的这个 因为我是没有 谁来就是谁 替我做动手术 但是结果是主任记得 替我做这个手术 那个医生还跟我讲 你这个医生好 你看 他说医生好不好啊 从他缝回那个针哦 就看得动 就知道他功夫厉害不厉害 不懂真的还是假 不一定啊 我这样讲 你不要等一下你们网友 你们 你们曾经动过手术 你现在赶快看那个疤痕了 哇糟糕这样 不过有点准 有点准啊 因为我有一个亲人也是 哇 什么医生呢 好像要疯 哇他的线很粗的 哇他很细的 已经几乎没有了 真的 一直真的 不是开玩笑啦 如果啊我不是要 要批评呢 我不是说非洲的医生就不好啊 他非洲 我不可以去非洲旅行 所以真的不知道 所以 哎呀 哇人生就是 他说爸爸 是医生 所以 但我说 你这样读书要花多少钱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三年还是四年呢 不懂是 一年五十万还是三年五十万 五十万呢五百千呢 我 我忘了 总之当时他讲那个价钱 我听了我杀掉了 我把我全部 全部 把我全家的物质 全部当掉都没有 没有钱了 当初我大女儿 他 他抱到医学院 interview第一关过了 就准备第二关 哇我真的是 SG alert了 家里的 我们家庭SG alert Family alert 哇就 谈哦 如果 他真的抱得到 政府 没有什么 因为读医科没有奖学金的 就是 以后的奖学金慢慢去找啦 立刻是 都是要自己付的 哇在新加坡读医学院 也是很贵的 哇就想 不要跟人家借钱嘛 也不要欠大 大奥隆嘛 也不可以欠信用卡 就想卖物质 那时候 哇 有点压力你知道吗 卖物质 卖了我们 就要换小间那样 那时候可以啦 现在你看怎么换 现在换了 换了 换到你的 你要换到那个 攻击金 那时候真的是 我真的是 哇 不懂怎么办呢 真的能够读到 后来第二关说 有没有痛苦 心里表面很可惜 心里还说 哇黑银 结果他办到 报道去读那个 那个 药剂师 哇 药剂师读了 每个人乖乖去医院 施洗 我这个女儿就是有点 倔强了 她去两天她哭了 为什么 哇 她说药剂师原来去 去药房里面 站在那边 一天站八小时 这样配药配药配药这样 拿药拿药拿药 对着那些树木质 她说我哪里要干这种东西 所以让我 所以药剂师 就读很多药啊 在头脑里面 哇 就开始 凶了 哇 超级凶的 就 赶快找找找找 找到 那个大学里面有奖学金 博士班 大学给的 而且不用签约 不是A star的 毕业不用签约 自由 供你读 哇 interview 中啊 奇妙真的 他的成绩不是顶先的 他interview的时候 那个interview的人不是问 知道他是pharmacist的啦 当然pharmacy 机会大 因为他那个是医学 科学 科学 科学院 系统科学院 你是pharmacy去读这个博士 机会比较大 因为你有 你有 药剂学的知识 或者你有化学的知识 物理的知识 会比较吃香 如果你是其他的 比较不容易 所以他重 拿到奖学金 最好 最起碰就是一个礼拜 他们又在征召 但是我女儿已经被录取了 然后interview的时候 问他的音乐 因为他会弹琴嘛 问音乐咧 我跟你讲 然后后来他知道 interview的 那个主interview的 三个人interview 最重要 你没听三个人的意见啊 不是 主要是听那一个 那个自身的 那个说yes 通常两个都说no 除非那个yes的他 那个主审的人 他假如没有肯定的话 他会问两个人的意见 通常礼貌上他会问两个人意见 但他自己要的时候啊 两个都会符合的 因为他是权威啊 当时为什么他是权威啊 刚好 因为每天interview有不同的人 刚好 我女儿interview的那天的那一个 主要的人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院的院长 那个科系的院长咧 就好像说 学校的校长interview你啊 主任在旁边嘛 不是主任interview 有些主任interview你说yes啊 还要给校长过目说 校长说 我要在interview过 结果他说yes啊 一个礼拜后 他们又有一个recruitment campaign for psd哦 我女儿不用去了 已经被录取了 我当他说 当我女儿说被录取了 哎呦 每个月 还有pocket money 学费什么都不用啊 不用 没有contract 不是a star吗 没有contract 你懂的是contract 好不容易读一个 读一个学位 容易学位必须容易学位 因为现在都是直通的 博士班很少 要经过硕士的 直通班 博士是四年了 我们叫instant博士 但是还是 还是需要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从前博士要六年 现在科技发大 啊 四年可以了 做做做文 做那些论文这些的科技 已经是电脑可以帮助很多 啊research也是容易 从今要去图书馆找一本书 一本书 现在很多上网 他们有特别的 那个资料铺评 普通的人是不能够拿到 那个权力进去的 所以他们四年就毕业 但是一个一个男 如果说男生啊 我还好是我的孩子是女生 男生当完兵出来哦 已经 几岁了 读完 读完四年的那个荣誉学位 已经几岁了 然后就去读博士再四年 出来要serve六年呢 六年他给人帝你有工作啊 你以为很好啦 你可以拿心思拿的很爽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啊 六年后啊 你不是有看报纸 有些转跑道去教育部 哇 跑得快好世界 真的 那些赶快跑跑去教育部里面啊 拿着一个顶着一个博士学位啊 而且是自己啊 总算是有一个学问 你在教育部里面啊 不管你去做什么老师也好 慢慢做主任也好 做虚拟主任什么都好 还是一条黄金路对不对 铁饭碗 如果你没有你一直躲在那个 医学院里面啊 还是科学院里面做做教授的助理这样啊 或者副教授 六年里面你不玩了哦 不一定要请你呢 他们就唱 sayonara 乐咖基 也待机了 这样 没有啦 没有管你的 真的 sayonara 博士又怎样啊 博士其实是转牛角尖 工作也不多 太厉害了 你去旧 人家不敢请你 看到你是PhD 你拿你的master degree去 去讨生活 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PhD 可能吗 现在什么时代 就算人家知道你PhD要请你 人家给你master的薪水 你又甘愿吗 如果你master也不能 你再去就用你的学 学士的文凭找工作 可能吗 很惨的 我女儿真的很幸运 真的很幸运 我的上面的老爸 老天爷啦 照顾他 就这样咯 读了四年咯也是 他那四年也是很痛苦的 那个是以后有机会再谈 就去药厂 做医药顾问 去推销药 但是他marketing的是推销药 他是用他的专业 因为他的论文是一个系统 他的论文是一个我们人体内的一个细胞 后来是这个细胞本身的那个免疫能力是很强的 现在已经不用提摩了 提摩已经不是最好办法 最好办法是用免疫系统来来对付癌症 我女儿刚好 刚好很冷门的 其实是很热门 但是哎呀我也不会啦 总之他他也是觉得这 他的论文也很很很合这个时代 他现在又换工作了吗 他讲下来故事很长 已经有点偏离我们主题了 哇这样就四十三分钟 我谢谢哦 一二三十五有五个人加入哦 哇今天中午的 我叫那个大家很热心哦 六个人按赞 然后有一二三十五个人加入 谢谢你们哦 你们没有去马来西亚 Costway那边排队啊 还是你们现在jam在车笼里面 然后我扁看我直播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边骂骂骂 哎呀 希望不是啦 希望你们没有哦 希望你们顺顺利利 没事我再看下去哦 还有一点时间 哎呀 啊又是一个 啊 我的网友说一个七十六岁老了 一生没有服过病狱 他说他服过病狱 他说林有福的时候年纪还小 吴清瑞的时候已经超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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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一九七十六 我一九七十六年当兵 是谁做国防部长我都忘了 哎我真的不知道哎 我那时候做病人公公就去了 妈妈 copro都得干我 杀针都得干我 哪里还去管他 国防部长 1976岁 我是60岁 大我16岁 大我16岁 我195816 我不会算了 58减16多少 这种真的你看 你不要说你当过兵 我们的网友都知道 说你根本是一生都没有当过兵 敢敢说你当兵 没有当兵人家验作兵 有当兵的人叫你回去resurvy都显 这新加坡男人的心态 我们那个时代 现在不会 我不要这样讲 等一下我又被code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哪里要当兵 当兵开玩笑 每个人能够 每个人也在操兵的操兵 我们再看下去有什么新闻 今天好像讲没有多几个新闻 直播什么东西 很多直播 现在人好像都很会直播 还有那个网友淘宝的事 我早上已经谈了 不再谈了 这个少年人 拘禁17年后 获总统特舍 他说特舍的不是他 网友说是塑胶硬 就是他只是drop一个硬 不知道啦 anyway 或许是 我看这个案子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特舍啦 所以你看少年人懂什么 物杀吗 判物杀吗 结果判死 判终身监禁 物杀没有 其实这么小 那时候杀不应该是物杀吗 哈梦 homicid嘛 物杀 哈梦 homicid 应该不是 为什么没有判物杀 我就不知道 还是判物杀 但是判物杀没有 没有做那么久的 没有判终身监禁 哇 17岁 十几岁 17 15岁被关进去 17年 出来32岁 哇 可怜呆 还好出来啊 32岁 这个人生还有 如果能够 你可以活到像小兵这样60岁 从32到60 还有28年打拼 好好做人啊 真的 是蛮可怜的 蛮可怜 他是被人家利用 这样看啊 anyway 生命可贵啦 有时 我也是很矛盾的 你说那些贩毒的人 有些是很年轻 不懂事 被那些真正的 后面的那些毒贩 利用带毒品 然后那个海洛因 只要两毛钱 还是两个五毛钱的中央 就是 就是 就是死刑 我有 我手头上有这样的 可以妈妈贩毒 死刑 年轻人贩毒 死刑 我没有权利进去 那个监狱为他们 为他们辅导啦 但是 有 有几个 他们几个是专业的 专业就是说他们 能够进去 有时都 听过他们分享喔 就他们 要想要训练一些人嘛 训练一些人能够做这些工作 我那时候就听啦 没有什么啦 我们还没有负担啦 因为哇 不容易耶 你以为别人 别人死刑 然后你只是去辅导 你会容易 我不能了 我不能够做辅导 因为我很感情用事 我会感同身受 我不能够面无表情 我要表现出一点感情 问题我会变出很多感情 我会很多 感情 我看到人家惨 我会更惨 他真的惨 我也不是假的惨 我看到这样 我会难过 但是我又知道死刑 我也不要说我同意 毒品 你不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 贩毒咯 所以贩毒的人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贩毒 我不懂 我这样讲 以后是公开嘛 咸牙乐 有些是戏毒戏了自己犯 后来法律改了 吸毒者中间一拥有就死刑 现在如果你是冲中间 你是跑腿 他们会网开一面 但是也是终身监禁 不值得了 你吸毒不要紧 你又终身监禁 很矛盾 你吸毒没钱吸 你就贩毒赚钱 你吸毒没钱吸 但你拥有毒品太多的时候 你又会被捉到 等一下又判死刑 他们以为你是贩毒者 那有些人吸毒又贩毒啊 也有啊 他没有钱嘛 他为了要赚钱 他就把毒品介绍给别人 赚了钱来供自己 那个最坏的上面那个 当然希望他这样嘛 好他这什么 传销 毒品是传销 然后毛地雷亚金字塔这样 你没有钱给我 你没有钱吸毒不要紧 我给你毒品 但是你卖你帮我卖 卖了还有赚 赚了你又可以安心的 有钱吸毒 你看又货这么大 结果就吸毒又贩毒又被抓 就死刑 不过这个孩子 你读他的新闻 他在监狱里面真的是表现得很好 他在监狱里面用功读书 中学高中 还是监狱班的第一名 现在是修图大学文凭 主修英文和商业管理 哇 少年人你看 那些不爱读书的人 你们真的是丢脸 人家盼 盼终身先进的人 都还是 都还是 在监狱里面苦读 苦修 有一天天蚕在变 重现 重现江湖 但是不是走回老路 重新了一条路 哇 我看了我的感动 那我们这些很多年轻人 不务正业 不爱读书 爸爸妈妈 辛辛苦苦 哎呀 是看的 有些呢 赚钱一点点钱就好恋 有一些假厉害 厉害就好 但是他们假厉害 我都遇到很多年轻人是这样 看不起 Uncle 你来啦 你来走过我的人生 也有 他觉得我的人生是 Nothing 他觉得我的人生是 Easy 他觉得我的人生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来啦 你走啦 你走过先 你这么厉害 英文很好吗 英文也半桶水 华语也不好 也是半桶水 到了世界上 只是 迷失在自己 以为自己是 双语 白 ringer 笑死人了 去中国啊 华语不可以跟人家做生意 去美国啊 英文不行 去英国啊 人家也看不起你 因为他们是白皮肤的 三不像啊 现在这个时代啊 已经不是 只会讲英文啊 要华语很好 华文英文都 要尖通 你看那些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 我每次称赞他们啊 多么厉害 英文又行 华语又行 马来话又行 翻译也行 气死你了 哇想到这种东西 前面几句我已经骂了 对不对 哎不是骂 讲 我讲了 不要被这些错误的 自己为自己 自己很厉害 双语 什么双语 我的孩子高级华文 我自己的孩子 读高级华文 还拿不错的分数 但是跟我在讲话的时候啊 我虽然语音不准啊 但是华文字 我还是明白多 他讲对讲错 写对写错 我都懂 我都要笑啊 都要吐血 不敢了 一再伤到他自尊心 啊高级华文是这样的 哎呀 被爱了 不过还好 我的孩子都跟我讲华语 训练他们了 不要忘祖 华人不会讲华语 这个时代也真的是 哎呀 华人不会讲英文 我那个时代 别人看不起 华文 华人讲方言 好像很 很local 什么搞 什么东东啊 全部 中国还不是中文 台湾还不是中文 人家也是可以活了 人家的医术 医学业也不错啊 人家还是可以当兵啊 人家还是可以研究科学啊 中文不可以研究科学啊 什么都英文 那你不是说有那些语文障碍 有些语文障碍的吗 只可以学一种语文 第二种就很难 我咯 我就是这种人 我华文 OK啦 你们大概知道 也在参加啦 福建话OK啦 英文啦 讲OK一点点啦 写我每次忘记的 不懂为什么 spelling很糟糕了 什么past then present then future then continuous then 哇 哇塞 我真的没时间没变呢 不老天爷有很奇怪哦 按摩不可以哦 放我做工 都是去按摩的地方做工啊 讲英文的地方我做工呢 嘿嘿嘿 我在警察部队 14年混 混了14年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混了12年 都是在都是英文的啦 主体啦 当我我去这个这12年前 12年前 我被我拍到前天 这个地方工作哦 是英文的嘛 因为我过去本来是 从一个华文华文的色体 哇那些同事啊 听到啊 每个眼睛大大 因为他们知道 我英文不行的嘛 怎么可以带面带啊 不过我告诉你 真正英文教育的人 他们是真正 不会骄傲的 明白 有那个远大 眼界的人哦 他们很尊重 会讲华语的 所以他们跟我学华语了 我不敢叫他们还是问我 因为他们学华语 他们去上华语班 他们的华语是一个吞的 不会不会阴阳赏去 所以他讲 你好吗 你好吗 我好 这样 一个音 所以我就要纠正他们哦 而且用词啊什么 我帮助他们啊 不要收钱啊 他们很尊重我的 心里有没有看不起我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真的是 因为 他们也不得嘛 他们的客户 从前讲英文的 现在全部都是从大陆来的客户啊 哇真的是土豪吗 有的是草票 Cash的 Cash check 黄金 珠宝 钻石 这种客户你不要 有些哦 他拿钻石来 他告诉你有多少卡拉 他跟你说 OK啦 你帮我找个人来评鉴一下多少钱 我把我这笔钱就投资在你 你说的那个业务上 去买你的金融产品 不是带草票来 不是带支票铺来 带一堆钻石来 你要问他 你的钻石怎么来吗 我听说的啊 我要厉害保护我自己 我听说的 听说 可能是假新闻 在此声明 当然不可能带钻石回来啊 就除了 也可能真的 恶法的带进来 我们都不知道 我听说的 人家问题是 人家不拿草票 人家也不要拿 支票 人家也不要 爱连金 可能也不会 就把钻石放在你的 办公桌上面说 我投资你的 金融产品 什么 你不要学华语啊 你看中国游客不去 观光 整个台湾好像变成死城一样 高雄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你看 来了 我也跟着去 哇 很多大陆客 你懂大陆客的味道 哇 从前会很生气 吵死人啊 什么 现在啊 少年啊 赢人啊 没办法 希望那些大陆客也要自动啊 你们 大陆的游客真的是 希望他们真的是 节哀 不是节哀之别 要节身之爱啊 不是节哀顺变 节 节身之爱 好好的 不要这样 破坏 哎呀 不要做那些 有事 你是炎黄子孙的那些 那些橘子 哦 现在哇 又好像 哦 这个年轻人 哦 我不管那个 总统 他是拿 stamp 印的还是签名的 既然特舍就特舍了 因为 我也很少听到 总统会特舍的 从前那个 从前那个 我每次想到那个 从前变得要调侃 好像 那个快餐店的老板 这样的 不是啦 开玩笑 全总统要尊重他 他 他 他好像很少特舍人的 可能是我错了 完全没有看过他特舍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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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舍 好事啊 不管是不是他 stamp了他签名 哎呀 这些网友 对他有成见 就是有成见 我 我也是对他有成见 但是 这 毕竟是好事一宗 哇 现在有些人厉害 什么 我说你戒 最好是最后一个字 是让下一位容易戒到 才能继续玩下去 是啊 你没办法让他戒 就死在那边了 戒龙就是这样 哇 他从日本软银集团 根据计划使用 芬兰 Nokia 和瑞典 的 Alison 的设备 取代现有 4G 网络中的 华为设备 哇 这个华为 好像被打压了 人家都不相信 他人 俄婆也是起初 现在ok了 起初是什么 小米 然后就俄婆 Obo Obo 不过前面那两个 被人家排测 不是很严重 这个华为很严重 还有那个 Nokia的 Taketa 这个也不合体了 手机 反正你们有华为手机吗 不要紧了 用了以后不要再买 不可以 真的不要买 我是用 Nokia 不是 我是用Samsung Samsung 不错啦 Samsung也不错 这个网友 已经不谈了 已经一个小时了 哇 不可以不可以 可以谈下去又超时 对象我 我的太座又说 为什么你这么啰嗦的 我今天一个小时 我不懂我谈了什么课题 我每次playback的时候 我就慢慢我谈什么课题 我就放在里面 我说这个是 Facebook的 post文嘛 我们分享 然后在当中 我有谈到什么课题 我就会放在那边 如果网友想听的话 他就可以根据那个持续这样 你没办法听整个 你就哎呀 看啦 如果你jam在Cosway 或者jam在那个Bukitima 或者jam在马来西亚 那个大道上 你现在没试干的话 重新再听我讲了 讲了一个钟头 我还在jam 就看我上一集的 在jam 还有上一集的 我已经讲了好多个小时了 如果你听完我所有的 你还在jam的话 哇 哈哈哈哈 可怜哦 就是这样讲了 对不对 啊 真的是天保佑你了 还能够怎样 卡在关卡 很麻烦的 真的很麻烦 驾车哦 你是 哇 万一车死火怎么办 哇 肚子热了吗 你 现在已经是一点了 你吃了吗 你的孩子会肚子热吗 你的宝贝你有没有带奶 哇 我好像很幸灾乐祸的感觉这样 不是啦 不是啦 不要误会我啦 我只是跟你讲 出国要小心啊 这两个月 我其实我三个礼拜去JB 我也是怕怕 看到局势好像不好 怕 人为啊 这种光卡 故意这样 因为很慢嘛 我都跟你讲 我排队也排了一个小时 十五分 第二天拜六的排六个小时 今天这个更惨 因为这个礼拜更多人了咯 然后下个礼拜更多人了 然后就慢慢陆续回来 回来又是回来很惨 多少人进去 多少人回来 哎呦 真的啊 领可坐飞机 去槟城 从槟城玩下来 不可以啊 你回来也生惨 要很麻烦的 飞机去飞机回最好 去槟城玩 从槟城下来马六甲 槟城去佛罗加鱼 佛罗加鱼也不错 我女儿去的就是佛罗加鱼 从槟城去佛罗加鱼 然后在那边玩啊 那一带玩 不能去泰国 马来西亚我真的 我也是怕 那些说 哇去马来西亚 住在马来西亚 你看你住 你先买屋子住马来西亚 然后这边把这边的屋子租出去 不敢了 好了 又是一个小时了 又是可以完成一个影片了 我花很多时间在做我的 那个YouTube的整理的工作 你们有空去看看呢 少了很多影片了 没办法 忍痛割爱 有些藏起来先呢 当成 自己不公开先呢 看看一月十一号在申请 然后还要去研究他的 很多的规矩要符合 所以我这种自创的咯 这种是真的是自创 自创 然后能不能赚钱就不知道了 哎呀 慢慢来啦 不要紧 让我能够登广告 我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嘿 我登广告你们不开心 因为你们要看广告 不要啦 你们总是要付一点 付一点 广告费啦 没有 付一点听广告的时间 让我赚一点广告费 这样讲 好啦 谢谢大家 午安 拜拜